情緒這樣子的變動 我們的交換神移其實會興奮 那其實它是會控制你的心跳 讓你心跳變快 血壓變高 那你現在還年輕 可是當你年紀大 或者是你血管狀況沒那麼好的時候 其實在這樣很大的情緒波動 或者是你的交換神移興奮 讓你的血管 血壓 心跳忽高忽低 其實很容易就讓你出事 那像我遇過一個問獎 他中年 那他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慢性病 他唯一就是 因為他其實平常就開計程車 他是私人 他不是有跟人家一起做那個 就是連鎖的那種 他自己開 那最近他太太 本來他們是雙星 他太太也有在工作 那他太太生了第二個女兒 那生了第二個女兒之後 因為要照顧小朋友 所以他那個 太太就先把工作自己吃掉了這樣子 那結果變成是生活的重症 都壓在那個問獎身上 那所以他其實白天啊 夜間啊都在開車 那有一天他載他的小朋友 就是他大女兒 去上課 早上去上課的過程 其實他自己不知道 他就是忽然失去意識 然後車去插刀忽然 他馬上又醒了過來 他沒有警覺 那其實是一個很危險的警訊 他當下醒來的時候 就是覺得他胸口非常的悶 一直在冒冷汗 一直到他覺得不行 他就趕快把車子 開到急診室來掛好這樣子 那一來那個症狀 其實就很像那個 急性急梗塞的症狀 結果一座型那種果然是 他的心臟的那個 那造成他心跳非常的慢 有三度的方式的阻斷 所以這是一個很危險的狀況 其實他有一個很不好的示範 他當下時機率是 也許他那時候是一個 致命的時機率不正 所以他當時心臟可能是 當時是停掉的 或是不正常的收縮 只是說他運氣很好 又跳了回來 他當下應該要趕快叫救護車 結果他還自己開車到計程室來 那我們一發現說 趕快去做緊急的心導管 還有那個節律器的置物這樣 才救了一命 就是有一個退休老師 他其實跟他先生 就開始過著退休的生活 那他們有一次要去歐洲玩 那歐洲一次去都非常多天 那第一次出國很開心 帶了很多心理出去這樣子 那結果他從歐洲回來之後 女兒就發現不對 媽媽和爸爸本來 開開心心的出國回去 怎麼媽媽回來就悶悶不樂 他就私下問爸爸 他說你們兩個是不是在 國外發生了什麼事情 有吵架還是什麼 結果爸爸也是想 就覺得沒有 那媽媽就是那段時間 一直都悶悶不樂 然後也不告訴他們為什麼 那女兒就開始 也開始不是亂想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不然就帶他去健康檢查好了 對 因為健康 因為看了很多健康的節目 我想說是不是身體出了什麼狀況 他是不是在出國 身前發生什麼異樣 後來媽媽才跟他講說 那你竟然要幫我檢查科 會幫我驗一些癌症指數 女兒就說 為什麼要驗癌症指數 她又跟她女兒說 那女兒當然很緊張 那還驗什麼癌症指數 她就把她帶來急診 所以我們就看到那個阿姨 因為她覺得她下面長的東西 被帶來急診室這樣子 後來疑問之下 才發現她怎麼去發現那個東西的 因為她在 就是行李在轉運的過程中 他們需要去搬那個行李 但是每次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她才意外發現說 她的會癌部怎麼好像有一顆東西 好像有個東西跑錯 她之前都沒有注意到 有這樣子的情形 其實狀況就很像王也是講到的 她其實也是突然出現 只是她以為 她以前沒有發生過這種狀況 她就覺得可能是癌症 因為就是長在她的會癌 會癌醋這樣多的一團東西 後來打開一看 就是施工掉出來了 對 所以當天其實後來 還是幫她安排了悶解 是說後續的處理 我遇到這個家庭族是這樣 她其實平常壓力就很大 她自從嫁給她老公之後 她其實要照顧一整個大家庭 她平常就不愛運動 不注重自己的那個腸胃道的健康 其實她便秘 自從結婚之後 這半年就變得非常嚴重 直到有一次 她大概一個多禮拜沒有結 她忽然大痛受不了 來急診室求診 她來的時候 不只是豬以後 還一直嘔吐 那當下先幫她照一張S光 就發現 她那個 我們在S光一般來說 我們只能看到一些腸氣的分布 和一些骨頭的構造 可以發現 她在大便裡面的糞食 其實已經亮到 已經像那個骨頭那種 蓋化的成分了 你知道嗎 那 而且她已經造成了 腸阻塞的症狀 後來幫她做了電腦 後來真的發現 她的腸道被 糞食給塞住 這個腹能最後還因為這樣 外科醫師把她安排住院去開刀 要開刀 對 所以其實 平常真的要好好照顧 你的腸胃的健康 所謂的包子型的乳酸菌 對 其實我們乳酸菌 它本身就是一個 異神菌的一種 我們只要對我們的人體 腸道是有益的 它就叫異神菌 那我們所謂的包子型的乳酸菌 它有什麼差別呢 我們這個包子 在我們的微生物界 或植物界 它的形成就是為了要抵抗一些 比較艱困的環境 渡過這個環境之後 它才可以生長 那一樣 這個包子型的乳酸菌 它有這個外觀 它好像一個防護罩一樣 可以耐熱 又耐酸 你知道我們吃了一些 異神菌到我們的腸胃道 其實它要先通過第一個關卡 就是我們的胃酸 我們胃酸的PH只是2 其實它是屬於腸酸 所以我們這個有包子型的乳酸菌 它其實就可以去抵抗這個胃酸 它其實甚至比 比非德式菌效果還要好 那你通過這個胃酸的考驗 你才可以到達我們的腸道 去發揮它的效果 不過我這邊還要建議 我們在選擇的時候 還要成分 最好還要有 木瓜糖 或者是有 膳食纖維 然後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的木瓜糖 是我們的一些 異神菌它的營養來源 當我們這個木瓜糖 被我們這些異神菌 去做分解發酵之後 它產生的一些能量 其實是可以用在 我們上皮細胞 和異神菌本身 所以你有這些木瓜糖 其實它可以在腸胃道裡面 大量的繁殖 其實有示範功倍的效果 那膳食纖維也非常重要 因為大家知道說 膳食纖維的功效 它就是可以軟鞭 幫助排鞭 對 也是一個腸道健康 一個例子 順暢很重要 對啊 像我們有去統計 我們的國民的健康調查 發現 我們有 九成以上的成年人 我們在 所以其實你 既然你都要選擇了 最好還是也可以含有 木瓜糖 或者是這個 膳食纖維的成分在裡面 對 那當天然食材 裡面蔬菜是什麼 對啊 大家常常會問 那我吃酵素 其實也會有同樣的效果 其實我們有發現 在市面上 有很多的 酵素的產品 它其實裡面 本來就有添加乳酸菌 可是還有一些 會讓你有一些腹瀉 作用的成分在 那會肚子痛 那種事實在 我覺得不好 對 大家知道說 我們有一些緩息 在用久 其實長期對腸道事實 大家會有依賴的多 可是你上面 你既然要選擇 不如選擇一些 比較大的品牌 尤其是像吳醫師 剛剛有提到 我們那種長期熬夜 睡眠不足的病 這研究真的已經告訴我 我們的腸道的菌種 是錯亂的 是 所以其實這一類的人 這類年輕人 或者是你因為工作的關係 你常常需要熬夜 你真的 真的除了生活方式的調適以外 你真的要補充一些好菌 來去調整你腸內 造成一個救苦救難的 急診科醫師 就是有時候 有時候也會有小出錯的時候 像我們在急診常常 會有一些精神疾患 就是他有時候可能 精神的狀況急性的發作 有一些攻擊人 或破壞公共場合的那種 行為的時候 有時候會被強制送醫這樣子 那其實我們今天 醫師在面對這樣的病人 有一個小訣竅 就是他常常是會有家屬來陪同 那我們通常會把家屬跟病人 稍微隔開一下 因為我們很擔心在問診的過程中 家屬把現場的狀況 描述出來之後 會激怒的那個病人 所以其實我都會稍微把 病人跟家屬稍微隔開 我這樣比較能夠從家屬那邊明白 就是病人到底發生什麼狀況這樣 又不會去激怒到病人這樣子 那我還記得就是前陣子 有一對母女來拿到急診 那其實減傷的主數也是因為 有發生一個精神疾患的狀況 他在他家 要一直要燒東西 要我們大家燒掉這樣子 所以他好不容易被帶到急診 這一對母女來到急診的時候 其實我一看到 那個媽媽就是很 看起來就是那種很焦慮的媽媽 很緊張 就是好像很擔心女兒出事情這樣 女兒就在他媽媽會 一直跟我拋媚眼 那我就覺得這個女兒怪怪的 那事實上我把她搞相反了 其實有問題的是媽媽 所以我當下就把媽媽拉到一旁 想說我來了解一下 女兒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我把她完全給弄相反 媽媽有病 對 我想說女兒幹嘛在那邊 對我在那邊做一些很奇怪的動作 原來女兒是要暗示 我不要去激怒她媽媽這樣子 對 所以我反而把媽媽帶到那個 那個看診區的外面 我想說我問一下媽媽 啊 為什麼 為什麼把她抓來去診這樣子 因為有時候我們跟 長輩交談會用台語嘛 抓去診說 對啊 他為什麼要把我抓來去診 他忽然情緒整個爆炸 整個爆發 反而就被我激怒之後 拔腿就跑 跑白米的速度你知道嗎 他就要往急診室的門口重去 我才一下子才發現我搞錯人了 然後還好那時候我們 外面都有一些保全 還有警務 還有剛剛帶他們來的那個 警察大哥都還沒走 我們就合力再追出去 在大廳那邊追逐 然後好不容易再把媽媽給 可是他進來不會先看健保卡 已經插進去了 沒有 其實 外面掛號的時候才會用 我們其實在急診裡面看著 他已經完成掛號的手續了 所以我們直接叫進去 但是因為他還沒坐下來 我就很先入為主的 把女兒當成是病人 習慣性的 比較會有這個問題 我們一般的診間進來 通常護理人員進來以後 都會叫我名字 因為這是菜市場名的一個小缺點 我們以前有過同名同姓進來 所以現在我們那邊還加一個關卡 請問你出生年夜日 其實在門診的時候 因為有一個護理人員把關 我覺得急診可能進來以後 而且他是開放式的 所以有時候進來我們就開始看著 而且他媽媽表現的那種焦慮的狀況 就會就是讓你真的 就是以為他是一個焦慮的家屬 反而女兒在那邊擠沒 那裡再給我打一些暗號的時候 把他當成是晉升機患 這真的很糗 差點讓媽媽又跑掉 女性病患 他半夜騎機車就外傷這樣子 然後他騎車就是緊急殺 所以他整個是往前飛撲這樣子 其實他當晚是穿得很爛 然後他飛撲在地上摩擦之後 他衣服都破破爛爛的這樣子 然後他來的時候 其實因為都是撞到前面 當然也會擔心肚子裡面的器官 或者是他有一些 骨頭受傷的問題 所以當時我就先讓他去照一個S光 我去幫他按那個S光 然後之後我跟他說 我等一下把你做個肚子潮已經破 我看一下裡面有沒有腹水 有沒有內出血 有沒有其他的傷勢這樣 那個女孩子 因為衣服已經破破爛爛了 所以他其實到了S光室之後 其實通常都會要求 胸罩要拿下來 要換他們的S光衣服這樣子 然後他就順勢把他的衣服 都整理起來 因為都已經破掉了 所以他穿的那個包覆性反而比較好 他去照完S光之後回來 就有記者醫師跟他說 等一下要幫他掃草硬坡 所以他就是躺在那個 我們的床上 就是會有一個圍欄 專門就掃草硬坡的地方 這樣子 再等我過去幫他掃草硬坡 因為我們那個S光的衣服是 直接是這樣子整個是側蓋住的 對 所以我一進去 帶著護理師要進去幫他掃肚子 潮硬坡的時候 一拉開我一臉 我嚇了一大跳 因為他想說醫師要幫他掃肚子 潮硬坡 其實他只要稍微露出肚子就好了 但是他以為就是要讓醫師看仔細 所以他就 然後他當下只穿了一件小褲褲 我當下 我和護理師兩個人衝進去 我們當下是有點尷尬 可是我那時候還年輕 其實我不知道我怎麼樣跟他講 因為我想說如果我糾正他了 是不是他也會很尷尬 我當下就很快速 很快速的把他肚子操一波做完 想說檢查沒有內出血 我就想說那你趕快把衣服穿好 我之後就有點 就是不知道萬一我下次再遇到這種狀況怎麼辦 所以我就找了一個資深的意思 你這應該是慕名而來的 就針對你要特別去看 搞不好前醫師進去要忙全部封信 重點是我有去問學長 我去跟學長說學長 怎麼辦就是下次我遇到這種狀況 我到底要不要跟他說 因為我覺得我少參與還是要仔細 可是他這樣我沒辦法專心 因為我面紅 耳屍 心跳 加快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就問我學長 你的區分康 我學長當場很生氣 我還想說完蛋了 我是不是因為這樣子不太適合這樣 他就說 你遇到這種狀況 為什麼不趕快 緊急會診學長來急診 我們其實急診 比較不喜歡遇到女生 下腹痛來掛急診 因為當下的見別診斷非常多 你可能蠻長野 你可能是骨盆腔的問題 複科的問題很多 所以我們當下會花比較多的心力 去做一些鑑別診斷的狀況這樣 他來就下腹痛 前一刻跟他男朋友有一些性行為 我們簡單問了一下他上一次的月 我們心裡大概就有個底了 可能是因為性行為之後他 所以他下腹疼痛這樣子 所以我當然就跟他說 我們等一下 我可能要把你做個 復古的超音波 我要看一下你的下腹這樣子 他一樣就去圍臉裡面準備 他當時 其實他就是有 他衣服和裙子 其實他也不是連身的 我們一般的想像是 他大概就是把上衣撩起來 把褲頭往下拉 露出個肚子就可以了 他可能也是想說 醫師要幫他掃下腹的超音波 所以他當下是把他整個撩起來 不知道是不是太害羞 還臉蓋一半這樣子 他撩起來蓋臉 我一下我走進去看到的時候 因為他們前一刻 兩個其實還有愛愛嘛對不對 所以其實有點性感 然後我進去 我當下也是非常的尷尬 我想說 愛愛什麼 因為就是他 就炒飯啦 對 應該是剛性行為過來 所以應該是所謂的戰鬥服裝 對 戰鬥 性感內衣 你這樣也看得出來他剛戰鬥 沒有 因為剛剛病史有問 他就是性行為之後下腹痛 因為月經的關係 我大概就想他是 因為碰撞之後黃皮玻璃這樣子 對 那所以 那現在我看了也非常尷尬 那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去跟他說 我想說還是我趕快掃完 避免我跟他講他也尷尬 結果護理師直接跟他說 小姐你裙子不用讓他那麼高 你都蓋到臉了這樣子 要不要弄下來 才把他重新擺出我們正確的位置 遇過一個那個病人 他其實是半夜 忽然胸悶冒冷汗來到急診 結果心電圖一做 他是 那這時候就會覺得很奇怪 你半夜不需要 你到底要做什麼事情 為什麼要這樣問 因為其實我們在心腳痛的時候 都是一些在通常比較發生 在一些活動的時候 才產生心臟缺氧 才會有症狀 那你半夜不需要 你在做什麼 那些人就說 其實我 我半夜睡不著覺 所以呢 把心情很成哥 只好到屋頂上 沒有 他其實就是 常常會失眠 然後他會喜歡到屋頂上面 去放空這樣子 對 那他就是因為這樣子 那一天晚上忽然覺得胸悶不舒服 被送來急診 其實我們問起來 他好像也沒有什麼其他特別的那個 壞習慣 那單獨之後 這個失眠一直困擾著他這樣子 那他也是不太敢去吃安眠藥這個東西 結果導致在久了之後 其實那一次送來急診 其實差點死掉 還好就是趕快幫他做行導管之後 才救我一命這樣 所以其實不要以為失眠 它是一個小症狀 它其實也可以嚴重造成一些心血管 我曾遇過 你說這個安眠藥 他不就是一直睡嗎 有什麼危險 其實我遇過一個洗腎的病人 那他也是睡不著 所以他就是拿著他先生的安眠藥來吃 而且他那個是睡到很深層的那個 睡到很深 他連呼吸道都沒有辦法自己維持 所以甚至是需要靠著呼吸器 就是他因為安眠藥 他可能甚至要用插管的方式 才能讓他維持住呼吸 不然他其實整個肌肉放鬆 所以你剛剛講呼吸抑制的 對 所以這個是安眠藥過量很危險 我前幾天才遇到一個病人 他就是來的時候 他其實就是頭暈 不舒服 血壓很高 然後問了就是長期失眠 那我就說那你平常有沒有在吃一點安眠藥 他說他不敢吃 為什麼 因為他第一次吃那個安眠藥 就是短校型的 可是他有點夢遊 然後他去敲隔壁的 就是亂吵亂叫 用頭去撞隔壁的門 結果被報警 帶到警察局去 然後後來就是因為一顆安眠藥 造成他這樣 所以他就有恐懼之後 就不太敢去用這個安眠藥 這樣好像有點精神 這邊就有一個案例 他其實他本身也是有三高的那個 那個是三高的病人 那他三條血管其實都 就是心臟的三條冠狀動脈都不好 其實塞住任何一條 就叫心肌梗塞 所以其實他到最後 三條的血管都做了支架這樣子 那其實這個先生就覺得 做了支架之後我血管都通了 我大概就好了 所以他後來幾乎回診 就是有一次沒一次的這樣子 他的藥力就沒有按時的服用 那這個心臟的支架剛好提到 其實他的保護期 長短是取決在你的生活習慣 因為他的支架放進去他就不拿出來了 他的材質就是金屬的支架這樣子 所以你畢竟對於血管 你冠狀動脈會阻塞 就是因為它裡面有層積的斑塊 或者是它形成血栓 所以原則上你還是需要服用 抗血小板的藥物 去防止這些血栓的形成 所以一旦你放了支架 你如果沒有按時的支架 就像這個先生幾乎都不太回診 藥物也沒有按時使用的話 那個其實還是有可能會再阻塞 所以你有可能先放一支 過得過又多放一支 因為你生活習慣沒有改好 對 所以這個人他就是這樣 後來他開始覺得 一年後他開始又出現胸悶的情形 他嚇到了 他就回診回心臟科 那心臟科說這個可能又再狹窄了 所以我們在 可能要再幫你做一次心臟管 因為那支架可以再嫁支架進去 還沒到做檢查的那一天 他就褲子到醫院去 對 所以後來雖然幫他急救有恢復 可是他太太就說了 其實三條懸崖醫師你們不是說 都方式要多通 為什麼還會出現這種狀況 其實就是平常都沒有好好的 我在急著有個病 他其實是來到急著 他是頭上有一個很大的施裂傷 其實腳有一些挫傷這樣子 那我就問他你怎麼受傷 那看起來就像是跌倒 然後去撞到東西這樣子 一個大施裂傷 他說醫師 我說蛤 被鬼追 對 他其實晚上都在睡覺 你知道嗎 然後他就是一直在做惡夢 他覺得有點鬼壓床那種感覺 就是起不來起不來 然後夢裡面就是有一個那個 白的東西一直在追他 他最後終於清醒了 就從床上跳下來 結果就是那個床單 其實有點有一半在地上 他踩上床就整個滑倒 頭去撞到床頭櫃 結果是一個很大的施裂傷 所以我聽說最扯 就是被鬼追這樣 被鬼追 我在六七年前其實曾經遇過一個 我真的覺得很驚悚的 男女朋友就是女生懷疑男生 有小三劈腿 之後他去求證發現真的有 那所以女生就非常的生氣 那有一次在晚上的時候 他就是跟他要求要在一起這樣子 然後就趁其不備 就把他的那個生殖器給咔嚓 然後重點是他咔嚓之外 還把那個生殖器丟到水溝裡面 沒有…丟到外面的水溝 他就是追出去 就丟在水溝裡面去 然後就有野狗把它吃掉 沒有 就找不回來 找不回來 那個男的就被送來急診 他的青春蕭蕭就一去不回頭了這樣 這樣女生要判刑的 對 傷害 重傷害 對啊 重傷害 對啊 男生如果被剪掉 其實很可憐 但是你最好趕快把它搶回來 因為你趕快去找晨熙 你去接還接 還可以回來一些東西 還可以接 還可以接的回來嗎 這個我常常聽到的 在急診會遇到那種 你連檢查都沒有時間做的 像我們要去照一張X光 或者是做一個電腦斷診 其實都要花時間 而且他在做這些處置的時候 病人是在你眼前消失的 他可能已經到檢查室裡面 你根本沒有在他身邊 所以當他在急診 病情變要很快的時候 其實你有時候反而沒有辦法 去做這些檢查 像我就遇過一個年輕人 他是車禍 他車禍受傷之後 他其實都是左側去撞到 所以他其實有很多 多數骨沉 他肋骨斷了很多根 宮骨也 就是手的骨頭也斷掉 腳的骨頭也斷掉 因為他有一點點 裂到肛門 就是下肢損傷得滿嚴重 所以轉到我們的醫學中心 他這樣子的傷勢 其實來到急診室的時候 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忽然 血氧下降 血壓下降 出現一個休克的狀況 一般這種外傷 我們大概會直接反映 他應該是內初學 或者是有一些初學性的休克 所以一般大部分都是會先 做大量的書譯和書學 可是想一下他的傷勢 其實主要都是在左側 而且肋骨斷了非常多根 所以當時其實只做了聽診 發現他的呼吸音單側 不太有聽得到呼吸音 幫他做了扣診之後發現 他好像在敲一個空筒子一樣 一般來說我們做扣診 如果你肺部裡面 整個衝刺的空氣的時候 那個聲音是不一樣的 所以當下就有發現 它是一個張力氣胸 很常看到醫師這樣子 對 沒錯 沒錯 做有扣診 所以當下就發現 它是一個張力氣氣胸 張力氣氣胸是什麼 它其實就是我們的肺部 外面有熱母破掉 空氣漏到外面去 這時候你的肺部都是一個鎮壓 你的血液其實會打不回去 所以你身體是一個休克的狀況 你沒有立刻處置 這個病人可能等一下就CPR了 所以其實當下一發現 一聽著 一扣診發現之後 立刻在他手骨下插大號的針 你就聽到噴氣的聲音 血壓就開始慢慢變好了 這時候我們在立刻 幫他放在胸管之後 他其實身邊這樣很快就恢復了 所以其實有時候這也是救病 那這個27歲的女生 他本身有第一瓶糖尿病這樣子 那他來到急診的時候 是因為他覺得他很喘 很不舒服 他一個人住中部 爸媽都住在屏東南部 所以很著急這個小女孩 所以就趕快從南部跑上來這樣 那一來到急診 其實帶他來到急診的時候 我一物完整 我就覺得他一定是 因為就覺得他已經有 糖尿病造成了 因為他身上有一股戀愛的味道 就是那種銅酸的味道這樣子 是甜甜的 愛的味道 對 它會有點特殊的味道 就是銅酸的味道 他變成癌癌 他不先抽血 他就先去聞 這很重要吧 這個很重要 因為你帶來吃你 裡面有辣椒 不過不瞞各位說 我覺得這個真的蛛絲馬跡 都讓我們可以判斷疾病 因為我一開始就跟他說 這個一定有銅酸中毒 糖尿病有銅酸血症 你通常一開始告訴病人家屬 答案的時候 他會對你的治療很有信心 你很快就知道我們的病症 那一聞就真的有這個味道 那我就跟他說 你那個女人 血糖已經沒有控制得很好 那你知道嗎 第一型糖尿病 我在遇到的女病患 大部分都長得真的是很可愛 楚楚可憐這樣子 真的嗎 對 我就說 他血糖尿控制不好 他女兒就說 我沒有 然後怎麼會沒有 我就請副理師直接跟他量那個 手指頭的血糖 我們馬上驗 就 他爸媽就很驚訝說 怎麼600多 那個他明明都有 照正常時間回去門診追蹤 怎麼會想控制不了 而且我們每次只要從南部 上來看他 我們都會當場幫他測血糖 每次測不是偏低 就是200多 對 後來幫他做檢查 他真的是銅酸中毒 那我一直逼問那個小女孩 雖然他楚楚可憐 可是我還是要稍微知道怎樣 才知道他為什麼會控制不好 才發現其實 因為他們打那個胰島素 他打在皮下 他每天這樣注射 他其實很不喜歡這樣的注射 可是他爸爸媽媽 他就覺得他爸爸媽媽很唠叨 因為你看他從南部趕上來 看到他 就一定要量他的血糖 所以他每次都是要跟他媽媽 爸媽見面的時候 他都會自己就 就比他原本的劑量 還要再多達一些 多脫幾針這樣 對 所以他每次量起來 不是正常就是偏低 所以他爸媽就覺得 他好像都有好好的控制 那當然我有小作弊一下 因為他門診都有回去追蹤 門診的醫師有幫他抽糖化血射數 他8點多 那個是看我們這三個月來 平均的那個血糖 你控制得好不好 其實你血液裡面是騙不了人的 對 那一測 根本你就是沒有在好好 控制你的血糖 所以才導致他今天這樣病發症 所以真的是有狀況 你要好好地遵從醫生 然後也不要欺騙醫生這樣 像我有一次我們急診 其實會訓練毒物科的訓練這樣 所以我們也會有一段時間 是成為一個毒物科的醫師 所以病房只要有病人懷疑中毒什麼 都會會診毒物科的醫師 那我還很記得就是有一次有骨科的 開刀的病人 他本身就有酗酒的習慣 那因為開刀 你在醫院就不能喝酒 所以他就是有點酒精階段的那個情形 所以骨科醫師就會診我去看 那因為我知道這張會診 難道我去看已經隔了一天了 也就是說他這一天 是我還沒有去看他 這過程中他又發生意識改變 所以那個骨科醫師就很著急 就趕快打電話給我 我想怎麼會意識改變 我就先電腦查了一下說 這段時間他幫了那個病人 做了什麼處置 我想糟糕 那個病人有酒精階段的問題 這整天都沒有人幫他做一些 特別的處理的話 我就擔心他的階段中 會很嚴重這樣 那我就跑過去看那個病人 那我看那個病人的時候 其實那個病人旁邊 就聞了很多小弟很擔心這樣子 就你說我大哥現在是怎麼了這樣子 就是有點兇 那我就去看了呢 看了一下他大哥 就 魏醫師不是只會聞 我們眼神也很銳利 他真狀的瞳孔 後來 這個是海洛因中毒啊 就是 對 你們是不是有給他打了什麼東西 所有的小弟都不敢講話 然後我後來就先幫他打了解毒劑之後 那個大哥就醒來了 就是真的是海洛因中毒 他清醒之後 我就問他們的小弟說 你們是不是 你們訪客探視的時候 是不是拿了什麼東西來探視他這樣子 對 他一下就有點害怕 怎麼會被我發現這樣子 後來解毒劑打完之後 沒錯 我就開始跟這個病人會來 因為之前是要會診 我看他有沒有酒精階段症 我想說奇怪 怎麼一整天都沒有看到 我發作的那個跡象 你們真的只帶海洛因來看他嗎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東西 你喝酒 對 大家都不敢講話 後來在床底下就好多罐酒瓶 就是他們來看探望大哥 還順便帶了一些東西來慰到大哥這樣 像我也遇過一個很類似的 他就是長期會頭暈 可是他已經有被醫生檢查過 就是他都有一點貧血的狀況 所以他就是頭都會暈的 那大概就是貧血發作 可是他不知道上網 還是去哪裡查到 可能是腦部有問題 所以他就查到一個檢查到核磁共振 所以他一開始就到腦神經內科去 也是想要去做這個檢查 那很像 他就是做了一些症狀 那我是不是什麼毛病 醫師你們可以幫我排核磁共振 所以我們當時神內醫師也覺得 你這個症狀不像 而且你也不需要做到這樣子的檢查 所以那個病人後來就不太開心 當天他又再去掛了腦神經外科 那也是一樣把他的狀況告訴他 希望這個神經外科醫師幫他做 那個核磁共振 結果那個腦神經外科 看了神經內科醫師的檢查紀錄之後 發現這個病人根本就也真的是不需要 所以他也跟他說 你就不需要做這樣子的檢查 結果那個病人就當場就非常的生氣 他就在那邊裝暈倒 不管怎麼樣他就想做到這個檢查 然後裝暈倒 當然他在整間暈倒 大家很緊張 就廣播一些急救的急救 那我們急診就會下去把病人 抬到我們急診室來做檢查 那雙腦神經外科醫師都到了 那我們三個一起看 其實也是一樣 就是做那個測試 你把手拿起來放下來之後 他其實正常忍是會 手是會閃開的 而且你把他的腳鋸起來 正常如果是沒有張力忍 他兩隻腳會像青蛙頭一樣打開 就是正常完全沒有沾 可是他鋸起來 他腳是固定住的 現在大家就知道 對啊 這樣也一樣 我們就知道了以後要把它裝到 重點是我們給他做疼痛刺激 這個人是超會忍的 就是你突然在家做什麼疼痛刺激 他完全就是不動 對啊 可是我們就知道他就是怪怪的 那三個專家都在那邊 有急診腦神經外科內科 還有那個腦神經內科 大家都在那邊就覺得他是假裝 後來就沒關係 我來處理 我說這我讓他觀察 這個要裝很難吧 很難 很難 我就給他掉點滴 那你知道嗎 時的時間一分一秒過去 點滴一包一包都換過去 他會想上廁所 他最後終於受不了了 終於受不了 意思我好了 除非你 除非你的尿出來對不對 對 除非你真的連這一關 你也忍受得住 對 不然他最後就是 意思我受不了他 你就看到他走下來上廁所這樣子 其實有時候我們講太多 病人也很擔心 像我就遇過一個那個病人 他其實來的時候是 屁股就出血 流血這樣子 就下腸瘋到出血 他來的時候就說 他意思是 那我幫他做了肛門執診的時候 發現不是自床流血 那我評估他那個出血的狀況 還有那個質地 他應該是下腸未到的出血這樣 所以我就先讓他在急診觀察 那其實我們在急診 常常遇到病人在解釋病情的 講病情的進展的時候 都是很初期 所以其實常常很難 一下子就可以遇到病情的全貌 所以其實我們在解釋病情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就是會花一點力氣 把可能性都告訴他 像這個伯伯我後來就跟大家講 其實你下腸未到的出血 我比較常見有幾個原因 當然自初我們剛剛稍微 可能簡單已經 直診把你排除掉了 那你就有可能是 息肉的出血啊 你有可能是大腸的氣勢炎的出血 甚至你可能有一點 血管異常的出血 不過原則上 七成他會自己止血 只要經過一些治療這樣子 所以我當場就把他留在急診 然後我們打了止血針 打了點滴 讓他在那邊觀察這樣子 我想說解釋的應該非常的清楚了 那六個小時之後 我想說我來跟他追蹤血射數 因為我們在急性出血的時候 其實血射數不會在第一時間 就往下降 我們身體在經過一些 代償的反應之後 血射數才會真的反映出 你的出血的狀況 所以我就留官了六個小時之後 就幫他抽了血檢查 我就覺得他已經止血了 因為兩次一入院 和我追蹤的血射數 其實是沒有變化的 那表示其實他出血量 並不是那麼嚴重 那我要去跟他解釋病情 想說這樣子他應該就可以適合到專科去 之後再去掛門 然後專科去檢查 結果沒想到我去看他的時候 因為經過六個小時了 他旁邊忽然出現非常多的家屬 因為他年紀很大 然後他的家屬是散在台灣各地 你知道嗎 他就在這個時間內 把所有的家屬全部召回 因為我剛剛跟他解釋的那一段病情 重點在於七層他會自己止血 那我們之後就去專科 做進一步的確診的動作 但是他的重點是 擺在我一連串的 鑑別診斷裡面的大腸 就是出血的可能性 因為其實有大腸 他聽到這個關鍵字之後 後面 好像完全消音了 對 那你就是講的時候 一定是很凝重 你要輕鬆 會點到還沒講 其實 然後還要放一些親音樂 對 你就沒有發現 因為你們醫生講話 就是常常讓人家很緊張 其實 看我以為只要我講話不會太沈重 對 急診很磕 他一定很緊張 這急診耶 沒有 所以他就把重點放在大腸 結果連他家裡的那個 家裡的人都把他那個 連家裡費用都叫到 沒有 臉盆啊 還有他 他會認寵連棉被都 帶來急著就已經 我要住院了 那我去當場 我本來是要跟他說 那你可以回家到門診去 害我都說不出 醫生現在被告的機率蠻高的 我是蠻有同理心 因為我看同一個 就你為什麼被告 沒有 我讓我嘴巴壞 學長也是這樣出示過 所以他看診模式 整個完全改變 他已經不太敢跟病人直接說 你最 你 我最擔心 我最 目前最懷疑你的診斷 他已經不太敢做這樣子的解釋 所以病人每次來看 他就打他的電腦 怎麼了 然後那病人來就 我上腹痛 那因為我們 急診是比較開放式的 所以我坐在旁邊 其實有在聽到他問診 那我聽完之後 我覺得那個病人 就是急性的胃炎這樣子 那通常我們 有可能打個止痛的針 或者是給他帶藥 就讓他回去了 那他就繼續打他的電腦 那病人問說 那我這個可能是什麼問題 我上腹痛 他說 很多原因 那什麼原因呢 就可能是急性胃炎 然後 胃心軟 嚴重一點就可能潰瘍 那甚至 那病人天然就很擔心 那會怎麼樣 會死 我心裡在旁邊聽 好好講 那我在旁邊聽 就 不是 就是 唱腹痛 就是胃痛 沒有啦 就是醫生被嚇到之後 他什麼事情 就會往最嚴重的方面 對 黃玉琳 他會把所有的可能性 都告訴你 我只要把你講最嚴重的 你如果比那個好 你都會覺得我很棒 對 你不會比他更糟了 對 那後來病人就說 那胃困難怎麼處理 開刀 開刀會好嗎 會有什麼併發症嗎 會死 那病人就說 那最後 我就偷偷看了 他對那個病人的處置 就是直接帶要回家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 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 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